江泽民派系地震两高官落马,涉及多名中共前常委,江泽民老家所在地,江苏官场在震荡,11月15日江苏省副省长妙瑞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妙瑞林曾与已落马的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做搭档,13日吉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吴长志落马,外界指吴长志是中共江派高官杜青林的外省涉及瑞成刚案,央视主播刘芳飞的丈夫刘希有命案而刘希有案,涉及多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妙瑞林落马,11月15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 江苏省副省长妙瑞林被调查,露媒趁妙瑞林最后一次露面,是10月30日,赴江苏镇江市查生态环境工作,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4岁的妙瑞林,在江苏农业系统工作,20年,曾任江苏省农林厅农业局副局长,省农业资源开发局局长等职,从2004年,起先后担任肃签常务副市长,市长,市委书, 书记等职,2013年1月起任江苏副省长,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接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主任,2018年1月起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目前,中共官方通报没有提及妙瑞林因何事被查, 2013年10月时任南京市长继建业落马,一个多月后,妙瑞林补缺南京市长职务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2015年1月,与妙瑞林党政搭档了一年时间的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然卫泽,落马同年3月,已调任云南担任省委副书记的筹, 和被中纪委宣,不落马2002年至2006年,妙瑞林任职宿签市委副书记,于求和正担任宿签市委书记,宿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对于杨威泽与求和落马,妙瑞林不但没有受影响,反倒于2018年初,再度转任江苏副省长职务,妙瑞林曾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据明慧网2015年报道指出, 南京市市长妙瑞林配合新道任的南京市市委书记黄立新,2015年1月就抓了李伟平,李建平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之后迫害越来越严重继建业,杨卫泽也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 江派江苏窝点不断被端江苏市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老家所在地江派重要势力范围也是周永康的老家,江派利益集团的大窝点,近年来江苏官场持续震荡。 江苏原南京市市长纪建业,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江苏省委前常委监秘书长赵上林,江苏常务副省长李云峰等多名省部级官员,先后落马纪建业是江泽民的新妇,在江的老家扬州任职长达八年,被称为江泽民老家的大管家。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据报道,在继建业38年的仕途中,与其关系密切的一群人随继建业升迁,到哪里就跟随到哪里形成了隐形利益官。 新2015年4月7日据建业被判有期徒刑,15年其被指控受贿人民币1132万余元之后,他的妻女、弟弟、下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商人相继获刑。 而杨卫泽被指示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马仔。 2016年12月14日杨卫泽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半,陆媒曾报道杨卫泽,先是巴结上了周永康的弟弟,当时的无锡惠山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周元清,后来由他引荐到北京去建了。 时任中共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将派高官外省吴长志落满,11月13日官方通报吉林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吴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吴长志是吉林盘石人,一直在吉林省司法系统内任职,曾担任过吉林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反胎局局长,2016年11月,吴长志任吉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此前港媒曾报道,吴长志是中央统战部前部长杜清林的外甥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公开信息显示。 杜清林也是吉林盘石人,在吉林任职近30年官至吉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此后调离吉林2007年到2012年,杜清林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2012年到2013年杜清林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吴长志被指涉央是女主播刘芳飞的丈夫,香港富商刘希永非正常死亡案。 今年9月7月涉刘希永命案的吉林沿边9名检察官已涉嫌情讯逼供,故意伤害,玩忽职守等罪。 在天津中级法院受审此案秘密审理,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说,吴长志和吉林省公安厅长胡家福,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等君与周永康,令计划,刘云山,杜清林,贾春旺,有某些关联港媒曾披露。 刘希永案涉及中共政治局前常委李兰兴,刘云山,最高检察院前检察长贾春旺等,其死亡或是有人想杀人灭口,并据港媒披露。 吴长志任吉林省反贪局局长期间,涉嫌保毙央视前主持人瑞成刚,致使其案件罪名,大大缩水消息称审讯,调查瑞成刚的工作遇到神秘,强大的幕后力量干扰。 由于吉林反贪局提供的瑞成刚涉嫌犯罪的证据有瑕疵,吉林检方无法用这些证据来指控瑞成刚,从而使得瑞成刚案件罪名大缩水。 2017年2月陆媒报道,瑞成刚已被吉林省江河市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